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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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不是 后面那个是饭糖 你怎么 你不会以为这个后面全部都是休息室吧 晚上好 还好耶 我在外面不冷啊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学习区吧 只不过我平时都是白天学习 所以一般白天在这里待的时间多一点 晚上的话在这边待的时间少 但是因为我刚刚听了课嘛 所以就一直待在这的 之前之前周三都听不了课 都没有时间听 是吗 我不知道呀 我已经 诶 有下雨吗 我不记得了嘞 我都没有感觉有下雨 可能因为下雨比较小吧 就是已经小到 无感觉 我出了门的 因为我们昨天才去剧场排练了的 但是因为可能下雨比较小 我就没怎么在意 晚上好呀 笑死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化妆吗 让你们猜 怎么没人猜呢 快猜 我今天为什么化妆 快猜 猜猜看 猜对无奖 哦 糟了 有人过 为了直播 为了直播啊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再猜 露水灼 哈喽 水灼 早就不完了好吗 诶 我看到了正确答案 我看到了正确答案 有人猜对了 有人猜对了 那你们猜在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我给你们看这个地方的另外一面 你们可能就知道是哪里 这是我的一个学习区 我会在这里听课 然后做手章什么的 还有给你们协身注 就在这儿 生活东西你这个答案不够准确啊 很陡吗 我刚刚是手动的 那就放着吧 我是我是 小心点 说到这个 我想到今天拍生鞋的时候 谢谢 谢谢谢谢的52个一年吧 为什么要送52个呀 为什么是52个呀 我想到我今天拍生鞋的时候 呃 扎的发型跟这个很像 但是不是这个发型 因为生鞋发型还不能曝光 然后当时我扎了这个发型 他们众人一脸诧异的看着我 我为什么你要扎一个这样的发型 你确定吗 你是认真的吗 然后后来我拍完以后 他们说 嗯 这个发型真适合 呵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觉得这个比 这个比我今天生鞋的造型 要适合一些 谢谢 谢谢小反的夜碟 谢谢 谢谢你的夜碟 对 我现在是觉得这个发型要比 呵 要比今天生鞋的发型要好看一点 嗯 谁 谁在厕所开直播 对呀 可以打自己 我记得以前我长发的时候 也有扎过这个发型 然后每次会把自己打到 这个发型不适合上工眼 因为这个发型你上工眼 你不是打到自己 你就会打到别人 我把门关了 不让他进来 嗯 不让他进来 他让我给他开门呢 哼 他自己又想跑出去玩 你们知道吧 对呀 之前方琪他扎伤 嘛 我也就 有的时候 如果离他比较近 就会打到 啊 你把后面 看成淋芋头了 什么 这个吗 这个是淋芋头 不是 那个 那个是淋芋头 呵 呵 呵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里嘛 然后我在的时候 我就会放板凳出去跑一跑 然后我走的时候 再把门打开 让他进来就涉了 哎 他是不是想喝水呀 我把门打开 上去 拿铁锭 对啊 吃假的果糖 被你发现了 华生你发现了盲点 这个里面不仅有 苹果 apple 还有橘子 orange 还有葡萄 葡萄怎么说呢 有人知道吗 还有香蕉 nana 葡萄怎么说来着 grap fruit grap fruit 是吗 我不知道葡萄怎么说 葡萄 葡萄 乌特奥陶 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那个吗 就我最近刷抖音发现的 就是有一个那种英式中文 我说不来 就那些人的发音听着很像在说英文 但是 但是他又说的是中文 好像那个那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但我不记得是什么 我不会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 我发不来那些音 觉得 做不到 学不来 学不会 不过听着 你不听他在讲什么意思的话 还真的是挺高端的感觉 就是那个范儿特别有 特别有范儿 我今天花了超长的一个时间剪视频 我在想要说我以后 我每天都这样拍视频剪视频的话可能很难坚持吧 就是花太多时间了 我剪那个视频差不多就花了三个小时 谢谢 谢谢你的奶茶 现在是只有我自己 自从板准那天 自从板凳那天乱拉拔拔我把他打了一顿以后他现在看到我他拔腿就跑 拔腿就跑 没有这次的三分多钟 这次的有三分多钟 我在想 让我先看看最近有什么有奖活动 对 蓝宇 对是蓝宇没错 谢谢你的预言吧 就要快到第二天了 看一下有什么 是我可以参加的 因为他有些 就是B站他有那个激励嘛 他刚好有一个打卡挑战 刮分二十九万 点赞数破三十 再分两万 索素投稿 发烧在家 天呐 也太辛苦了吧 为什么突然发烧呀 我知道 瓜分两万嘛 瓜分两万 嗯 但是也可以瓜分啊 至少有这个瓜分的资格嘛 我马上发 谢谢 谢谢你的应援帮 分区美食 美食制作 标题就写 我今天做的是什么来着 我今天做了一个超级简单的东西 但是呢 我坐翻车了 我坐翻车了 超级尴尬 我做了个什么来着 不过我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天赋的 想个什么标题呢 想个什么标题呢 对啊 几百万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吃完试异液了 我是想想一个比较 能够让人点进来的标题 见不到我久变成金 你这不是见着我的吗 就罢了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当个标题 只是说取一个 好一点的标题的话 点击量会多一点吗 看一下 搞个什么标题 我今天忘记拍照了 我做完 我就录视频去了 没拍照 哦 这个吧 什么标题呢 啊 有这样的美初娘 你会几点回家 有病吧 笑死了 我没有露脸 不过这个也挺好的吧 就是好像也还不错 这个标题 紧跟时事 紧跟时事 那我就用这个了 也有点好笑吧 我说不应该再配点什么 能配音墨鸡吗 我配不了 好吧 表情包裤 表情包裤 求人 把人撇进来 那 那 那我在这个封面上 也打一个吧 那我在这个封面上也打一个吧 嗯 什么 有这样的什么 有这样的美初娘 你会几点回家 笑死 嗯 好丑啊 你们知道 其实做饭 它是讲究一种精神的 做饭讲究的就是 坚持不懈的精神 只要你多做几次 总会成功的 只要你不放弃 多做几次 然后每失败一次 你都要去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找出原因 找出问题 并且解决它 这样子你才能够做成功 我想一想 如果 加个如果 晚上你几点回家 有点好笑 没有 真的很好吃的 我跟你们说 但是我现在 还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 因为其实早上 能做的东西很局限 然后我又没有什么烤盘 什么的 没有烤箱 然后就非常的局限 就做不了那些什么面包 什么的 虽然我也没很想做面包 因为感觉那些很费时间 哎呀 晚上有点雷震 笑死了 他那个原话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如果又有这样的女朋友 晚上你几点回家 这个原话吗 这不是吗 哎 算了 我不要在封面上搞那些奇怪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名字 啊 谁啊 谁路过啦 谁啊 谁啊 发布B站每日瓜分奖金 你们不认识 你们描述一下这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我知道10岁了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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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靠墙 可以呀 我其实在哪个方向 主播都可以 那我就发逼账了 要不要小红柿也发一个呢 我好累呀 接星期来着 今天 今天是 星期三 不是啊 BGA没有KPI 而且我这周的KPI 已经完成了 多发的话 以后如果没有发的了的话 就真的没有发的了 就真的没有发的了 不过我倒不在意这些了 好吧 好吧 上台了 上一辈子班 我要 以此来逼迫自己 尽量每天都去做 早餐吃 如果我囤着的话 我就会产生惰性 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 哎呀没关系 反正还有视频可以发 然后没关系 反正 哎呀不做早餐也可以的 有视频发 你就不行 这样子就会变懒惰 我就是要每天都跟自己说 我要发 我要发视频 我没有了 我得 我得拍 我得做 嗯 想说坚持一件事情 很不容易 但是呢 既然做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坚持下去 只是我确实觉得 今天在这个剪辑视频的上面 花了太多时间了 可能是我还是不够熟练吧 等我多剪一点点 然后熟练了以后 说不定 对 因为我一开始的初衷 你们知道吧 我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像小红书上面那种 二三十秒 一个视频 像我第一天发的那样 二三十秒一个视频 很短的那种 但是我今天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不知不觉 剪到了三次多钟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 在审核中了 在审核中了 即将完成本周打卡 好棒哦 我只要一个星期打卡两次B站 我就可以刮分 太幸福了吧 对 我昨天那个三十秒的视频 我基本上发出去五分钟 它就给我审核过了 就是快到 我的还没有在微微博 还有小红书上同步 上传视频 它就已经审核完了 真的快得我措手不及 然后这个就可以留到下一次 也不一定下一次吧 看什么时候 玩一下小红书也可以翻 我看一下我这个星期抖音版满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好怕我没满 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当你以为你自己所有的KPI都打卡完成了 然后 打卡完成了 什么东西啊 就是当你以为你的KPI的打卡完成了 然后那个星期一整个星期都过去了 你猛然发现 你猛然发现 没有打卡完 哇 那个心情绝了 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我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 等一下 三天前 23 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23号是23号是三天前 23号跟三天前就是25号 OK 不怕了 其实我 其实我 我还有 我抖音的草稿箱里面还有 四个 还有四个视频可以发 我真是平平无奇的囤货小天使 我囤货小天才 小 我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我其实拍什么视频我想的都是分享日常 我觉得我又不是一个知识博主是吧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大家的 我就分享一下我每天的日常就挺好的 就不需要弄得那么花里胡哨 像他们那些传授知识的可能就是要策划一下 自己要干嘛干嘛 但是我就感觉我只需要把我每天做的事情记录下来 当成一个记录式的就可以 就够了 我觉得百费要进来了 看看 可以走了 B站在招审核的广告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审核是干什么呢 就是看视频嘛 就是看那个视频 每天看视频然后通过嘛 点通过 就我理解的是这样子的 但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 这份工作还挺轻松的吧 为什么会招不到人呢 就是看视频 嗯 我遇到个十四 等一下我改个标题 我把我的这个 统一一下 把我的标题都统一一下 这是我第16个Vlog 认识好多在B站做审核的 为什么你会认识这么多 在B站做审核的朋友 这是我第16个Vlog了 太厉害了 我居然拍了这么多 好 现在有两个在审核中 真的假的 为什么呢 我明明已经 我这个星期已经投了两个了 结果他告诉我 我再投一个才可以瓜分22万 为什么呢 我没有 我酷彩 我这个什么 素材库里没有了 有的只是 有的只是抖音而已 我看了一下 我以前的播放量都 就总选那段时间都上一万了 但是后来我不是总选完就没有再猜过 发过了吗 然后 现在只有几百的播放量 笑死我了 好像发出来了 你们去看看呢 好像发出来了 嗯 我自己先品一品 吃不完再试看 哎呀 我有一句好想说的话没有加进去 真的啊 看不到我那句特别的文啊 那我把那我把前面那个删掉呗 我把前面那个删掉呗 我就把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把前面这个删掉呗 好吧 我已经删掉了 重新发了一次 三连 现在还看得到吗 没了 可能在选择吧 我可以看耶 哈喽 大家好 为什么呢 这标题怎么改了跟没改一样啊 不是刚改了标题吗 我觉得我也搞不懂这个 有一种脑年人在玩手机的感觉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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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在生活 好吧 好吧 本来我去年 圣诞公演的时候 我想的是 就是圣诞公演结束 我要把我的那个 Ace of Asia 就是翻挑的那首 那首歌 我本来想说我要上传B站的 结果那段时间太忙了 忙忘了 忘记上传了 然后还有当时录的那个 云烟成雨 我也说我要上传B站的 都给忘了 记性可太好了 我记性可太好了 不愧是我 不愧是我 再审核吧 现在传我找不到他们了 我找不到文件了 因为我之前是直接发给那个 stuff姐姐的 就没管了 我想的就是在公演上放 然后 其实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因为 因为我的那个icode 它没有内存了 所以那个视频就没有带 我长得像你同学 真假的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还有 还有很多人说 我像他们邻居家妹妹 天哪 您真这么说 你同学听了肯定很难过的 恩 不是我想走这个人 是感觉大家就觉得我是邻居家小妹吧 就是那种邻居家的小妹妹 对 我就是想说 我一直刚开直播的时候我就想说了 我今天拍公事招的时候 我笑惨了 有一个那个stuff哥哥 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 好像是维修电路的还是什么 就是公司的一个内部人 我不太熟 然后他看到我 他就说 怎么你都没变啊 四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这样 你怎么还是就这个样子 小小的 看着像个小孩子 我说我没变吗 我觉得还好啊 动鸣了 对 这大概就是动鸣吧 我希望我40岁的时候也长这样 好吗 答应我 好吗 对 我希望我40岁的时候还能长这样 那也太好了 等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你们不认识我 你们看到我 你们觉得我有多大 娃娃脸 娃娃脸吧 我也不是娃娃脸啊 我今天又 又被说要减肥了 啊 太烦了 虽然说我上个星期就说了我要减肥 但是呢 还没开始 三岁 这太不切实际了吧 十四岁 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十四岁呢 十五 十六 我觉得我 就是嫌小的一个 点 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 身高 一个原因是身高 对 因为身高看着不高 就矮的人 以前我还跟我的 闺蜜争论过 就是争论过这个 人如果要嫌小 到底是看脸 还是看身高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就跟她说的是 我觉得应该看脸 然后她说应该看身高 谢谢你的奶茶 我这看着美颜的 你也不知道我皮肤到底什么样子 不过还好 我也没有 因为我是干皮 就不会暴斗什么的 还还行吧 算是比不了十五十六岁的 小妹妹了 看脸 你们觉得是看脸 不 如果说就是 只能看一个呢 就有一个人啊 他长了一米七的大高个 但他脸长得很可爱 就是那种 你看到他脸 以为他只有一米五 一米六的那种感觉 看脸 真的有这样子的呀 有很多这样的女生 就是他们长得比较娃娃一点 但是 很高 没有啊 对 现在的小孩子都长得很高 营养特别好 营养充足 羡慕 我但凡 我但凡小时候 能吃上口好的 也不至于这么矮 我希望我 我希望我可以再长高 但是听说二十四岁 就不要再想了 就不要再想了 虽然我还没到二十四岁 但是也快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人老了以后 他会变矮的 他会缩水的 然后我就很怕 我以后会不会连一米五都没有了 我超级怕 我以后老了 哇塞 那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我挑十 我不挑十 我不挑 我很能吃的 对啊 我一六一啊 但是 你不知道你要缩多少 有的时候真的 你要缩多少 是你无法预料的 可能 哎 只能寄希望于高跟鞋了 对 我当时穿个十厘米的 很天高 我这不是扎着吗 这个这个真的有一六五 说不定 真的哦 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在奶茶 哎 哎 等一下 后面有人 后面有一位穿着睡衣的靓女 是哪个呢 是哪个呢 哎 哎 好 哎 好 噔 是我 那呀那那呀那 在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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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在意外表呢 我在意 我就会在意外表 无时无刻都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子 对 是的 准备准备 我要上去了 快11点 今天也差不多 试试了 要睡了 看一下明天的安排 睡之前看看明天的安排 哎呀 等一下 你们明天早上打算吃什么呢 给我一点 给我一点早餐灵感呢 你身体好点了 真的吗 你要好好休息 感冒生病就是要多休息 小时的心 一只 青一只 青一只 青一世界 小小的恋想要届 小小的星辈 在你的脖子 麦当当 皮蛋瘦肉粥 包子粥 牛肉粉 热干面 皮蛋瘦肉粥啊 包子 有没有吃 吃 什么包啊什么的呢 是去查眼睛吗明天 在你身边 只要你 只要你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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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蒸笼 还蒸不了包子 你要是想吃包子的话 你还得买那个馅 就是自己去 拌那个 里面的 心子 然后还要卖面粉 然后还有那些什么粉 各种各样的粉 我也不知道包包子要什么粉 反正很麻烦 你要自己和面 太麻烦了 我不吃包子 手抓饼 好像不错哦 手抓饼不错 可以借鉴一下 不错不错 手抓饼非常不错 四大金刚是什么 我不是 我那个烤冷面的话 我的锅不行 我的锅只有这么小一个 就做不了烤冷面 烤冷面就要这么大个锅吧 我的锅只有这么小 而且是那种奶锅 我的锅是奶锅 就不行 手抓饼倒是可以 看看 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早餐 它就是用手抓饼做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 手抓饼的做法 我再学习一下 相信我会越来越炉火纯青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进不了大饼 油条紫巴豆浆 为什么它们叫四大金刚 为什么嘞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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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火 因为 瓷饭 瓷饭就是瓷吧 好 好的 我有灵感了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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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上海就是喜欢排名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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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好 早点吃一碗 糟